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拆開外殼之後 裡面的布局真的是蠻簡單的 除了少那些醜醜的線之外 包含那顆散熱器也只有簡單的漆片做散熱 感覺它的發熱量應該不會到很大 那在拆主機板之前呢 先把這個硬碟架給卸下來 不然硬碟架卡在那裡我沒辦法拆主機板 裡面的話則有一顆3.5吋的機械硬碟 這顆硬碟我等會再看它能不能用 然後再來是記憶體和NVNV的SSD 記憶體的話則是一條美光DDR4 2666 8G 而且還是筆電專用的 並不是各位平常看到的桌墊記憶體 然後SSD的話則是威騰的128G的固態 話說這顆固態也一樣得會再來做測試 然後再來則是拆主機板呢 話說這張板子拆下來也是花了我不少的力氣 雖然螺絲和網卡都拔下來了 但它這張板子我感覺是它完全都沒有人拆過 不過在經過大力出席機之後 終於把這張板子給拆下來了 那拆下來之後呢 順便把網卡拆下來看看是什麼樣的型號 那這張網卡的型號是Intel的9560 NGW 這張卡它是2017年發布的 是源2.4GHz和5GHz的頻寬 採用802.11acWi-Fi協定 藍洋版本則為5.1 總之這張卡應該是不會到太過時 如果只是單純上來和常數檔案的話啦 那拆下主機板之後呢 我就把它的簡易散熱器給拆下來 來看看裡面的CPU型號 因為我蠻好奇為何不是用原廠的散熱器 而是用這種非常簡易的散熱器 那拆下散熱器之後呢 把上面的散熱膏給一點一點的給扣下來 結果這散熱膏扣下來之後 發現它表面上根本沒有寫CPU型號 所以我就嘗試用它旁邊的代號去查 它是什麼樣的型號 結果當我打上這組變號之後 發現這顆CPU的型號是 Intel 噴體人 白銀機 N5切處理器 這顆CPU的參數如下 而當我看完它的參數之後 我終於明白為什麼只用那顆簡單的散熱器來做散熱了 然後硬碟的話除了那顆128G的固態之外 還有硬碟架裡面的那顆機械硬碟 而那顆機械硬碟則為頭需把2TB硬碟 話說這種低階的迷你電腦用2TB機械硬碟 我還真的想不透裡面到底裝了什麼 那簡單的帶各位看完主機之後 接下來就是要應該把這台電腦給點亮 不過我一直遲遲沒有點亮是因為它的電源供應器不知道被丟去哪裡的 它這個供電方式並不是各位熟悉的電源供應器 而是類似於筆電的充電器 那我在網路上找的也都沒有關於這顆電源供應器的資訊 所以這裡就只好先暫時不測這台電腦了 雖然這台電腦沒辦法做測試 但這兩顆硬碟也是可以做測試的 那這裡我就用我的主機來做測試 來看看這兩顆硬碟到底能不能用 那進到BIOS之後 這兩顆硬碟都有正確的讀取到 沒問題的話就直接進系統看看 那它已經順利的進系統了 然後它這個Win10系統居然是全英文 不過也不會影響到我閱讀 然後我就看看硬碟裡到底有什麼資料 這個豬巢點開來都沒什麼東西 連西巢也都只有系統的檔案 這不曉得是不是有清理過還是怎樣 然後我就好奇這Win10的版本的時候 發現這台電腦的安裝時間居然是2019年欸 然後這台電腦它連用都連用過嗎? 還是放在儲藏室裡漲灰塵之後 看到沒用就直接丟呢? 總之這台電腦對我來說 真的是新的可怕 然後這台剩下的零件 例如網卡記憶體等等 因為我手邊也沒有可以測試它們的工具 所以就姑且算它們是好的 那看完這台迷你電腦之後 話說這台電腦除了CPU是BGA封裝之外 就連主機板也是特規的 而且它的供電方式也是靠外接方式來做供電 我想這也是我撿過所有的主機裡 算是比較奇葩的 不過話說回來我在想它被丟掉的原因 會不會是上一個使用者覺得它跑太慢 就直接把它給丟了 至於丟掉它的具體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那總之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那就大家掰掰 謝謝大家